北坑200公尺 那,這裡有一個地圖 那2號、3號步道要從這邊過去 然後1號步道呢,就在地圖的對面 這裡就上去,就是1號步道 1號步道 那根據網路的資料 現在1號步道跟2號、3號步道已經沒有相通了 所以只能上去,又原路來回 那我們今天就來走走看 它比較有沙潮 哎呦,蜘蛛王 看來是比較少人在走啦 把他跑重生 休息平台 哇,這裡都蠻薄的喔 哇,這裡都蠻薄的喔 好,1號步道走到這裡 應該就沒有路可以走了 因為已經都被封起來了 網路上說,雖然旁邊有路可以走 不過我想我們今天還是到這裡就好 就不用再穿過去了 那我們就原路回去囉 好,那3坎頂步道的1號步道 是在地圖的對面 從這裡進去 那裡 那2號、3號步道就是走波羅路 再往前走一段 好,這個岔路呢 2號、3號步道就是從這裡進去 那北坑一向就是 繼續往左邊走 那我們就往這邊前進 好,又來到長壽橋這個岔路 那上一次我們已經走完 2號步道還有3號步道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 往長壽橋這邊開始上去 走5號路到土地公 再從那邊的 波羅路回到中正公園 其實這條路我們上次也有走過啦 我們是從那邊走回來 那今天我們是要從這裡走上去 然後到土地公 走他的支線 山坎頂步道的支線 到了這個岔路 我們上次就是從 下面那裡走回來到長壽橋 那我們今天要走上 往土地公的方向 那這一條路線呢 剛剛看他的標示是寫5號步道 那網路上是還沒有看到這個5號步道 那可能是 附近山有把它標出來的 5號步道 這路況其實蠻原始的 其實這一邊這一條土地公路線 看地圖它的距離其實並不長 大概是600公尺左右 不過山坎頂這邊的步道 比較少緩坡 大部分都是樓上 比較長的一段坡上來以後 那這一段就比較平緩 而且隱隱約約 傳來的歌聲 那應該快到土地公廟了 這裡 左邊有一個休息區 那我們繼續往右 然後 歌聲越來越清晰了 北坑一向就在下面 土地公廟在這裡 北坑一向 那你要回 步道口就是往左邊 那 右上可以去接中坑步道 那 我們先去土地公廟 土地公廟在這裡 那這裡剛好是北坑 1300公尺 從北坑一向 那個橋頭進來 這裡有1300公尺 那 如果要去接中坑步道 就是往上繼續走 那 土地公後面 也有一條路可以 去接那個中坑步道 我們等一下就走那一條 頂北坑 福德池 那 廟的左側 這邊有一條路 可以再往上去接那個 北坑一向 再接到中坑步道 販賣機的旁邊 就是這一條路 這一段應該都是水泥路面 這邊也一個 休息平台 這個叫御扇亭 從御扇亭我們就繼續走 好 我有路這邊 前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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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了 北坑2500公尺 果園過來後會遇到一個岔路 然後這邊是北坑2600公尺 那前方就是宮老平過來的路 那我們這裡要往右 從這邊,這邊是中坑向步道 然後這路口也有指標 我們剛剛就是從北坑向 走不走休閒步道這邊過來 那現在就是走中坑向步道 往中正公園 剛剛的插入口就在這裡 那北坑2600公尺的指標在這裡 那這裡就是中坑3100公尺 那我們繼續往中坑向步道前進 那前方有一個地方叫做五百高地 那裡視野很不錯 我們先走到那裡休息 這邊都有做這個可以休息的 長條形的 然後有一些拉環 那前方有熱心的山遊在那裡掃地 那左邊有這個坡看起來很陡 那我們就是從這邊上去到五百高地 上來後這個房屋這邊就是五百高地了 上來後這個房屋這邊就是五百高地了 那這邊就到了 這裡有一寫一個 H500 從五百高地過來 這邊才會有視野 而且真的是蠻開闊的 那這裡剛好是中坑2800公尺 那五百高地附近這裡都是果園 好 下山囉 大概還有2800公尺要走 這邊的視野也是非常好 那我們下山就沿著這主要的步道 一直往下 沒有錯 這邊就是可以和那些人 最好看起來 中坑22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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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聖堂 繼續往下 一千公尺 這裡有天地窖的建築 天地窖過來以後 這裡可能是交流道 可能是國道4號的交流道 隧道在這邊 好,已經接近到中正公園了 200公尺 前面已經出現許多房屋了 剩下200公尺就走完了中坑巷步道 看到這個原封超市 就代表我們已經走完了中坑步道 這裡有標示 中坑 林公子 那 過了超市 繼續往前 前方這裡已經可以看到 中正公園那個921紀念 中正公園到了 中坑巷